英国从8月开始重新开放博物馆 位于伦敦南肯星顿区的三大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以及科学博物馆将陆续迎接游客 是暑假期间的好消息 高空作业平台缓缓上升 为悬挂在大厅的玻璃装置艺术除尘 准备迎接游客 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在历经史上最长的100多天闭馆之后 于8月6号重新开放 戴着口罩的游客 被允许进入两个楼层参观 重新游游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 充满中东风情的画廊 以及近五个世纪世界各地的时尚作品之间 重新开放后的门票 依然免费 但必须预约才能入场 为确保防疫 馆内设置了首部消毒器 礼品店和咖啡厅也配置防护瓶 这座拥有160年历史的博物馆 以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命名 是装饰艺术与设计的美学殿堂 馆内长11公里的画廊将按区域分阶段开放 与此同时 位于不远处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也已经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准备工作 将中庭大厅的巨大蓝金骨架 恐龙骨骼和数千个其他展览品 仔细清洁维护 以便在8月5号开放时 呈现最好的面貌 博物馆自3月17日关闭以来 因为政府支持得以撑过危机 但缺乏收入仍是个严重打击 即使中心开放 也只能接待正常时期20%的游客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收藏 源于大英博物馆 自1881年以来 一直屹立在伦敦南肯兴顿区 是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